我像国语歌曲 同一首歌曲 在不同的年份里头的演唱会里头演出的时候 我也不断的重新编曲 甚至于就是说人家编到已经不晓得怎么编 你还是要再找出reference 我还想再找出就是说这首歌 新的可能 看能不能将这首歌再发展出另外一种不同的空间出来 就像我是一片鱼 每一次演唱会 这个是不唱会被打的 但是你每一次唱 它总是有不同的版本 我已经酝酿好下一次怎么唱这首歌 真的吗 所以现在在台语歌歌谣演唱会 已经酝酿好下一次我是一片鱼 怎么编曲我都在想 你说我像不像神经病的疯子 像 像 像头 哈哈哈哈 凤姐是跟我透露就是说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这次演唱会他还要唱新的台湾歌呢 大家最熟悉的歌 有拼酒的歌 有拼酒的歌 哦 还有听着四伦的歌 南慧的鱼 然后像林强的向前鱼 然后像刚刚透露的就是有拼酒的歌 嗯 有拼酒歌 有拼酒歌 也有打拼酒的歌 四伦的歌 对 听着四伦痛苦的歌 哦 心来会中的歌 所以真的要塞进去这么多 那这些这么多的新的这个曲目 有你熟悉以前的歌 那也有现在全新的挑战 唱哪一个你用的力气比较大 或者它的时间比较多 其中有几首歌曲 就是其中有一个做打拼酒的歌 打拼酒的歌 对 不是新的歌而已 不是新的歌 不是新的歌而已 没有打拼酒 没有打拼酒的歌 也有新跟宝贝哦 也有宝贝歌 家族歌呢 对 全家族都唱对吧 对 是 所以像唱的打拼酒的歌 那也是很研究的 那是另外一种声音的痛去处理 那我当时在磨练的时候 要模仿那种歌 老人的说到嘴里就是说 要有一点那种打拼酒 对 就是说 那个一点要有那个口味要出来 要有那个口味 每一种口味 有点不够恰恰的那种 恰白白的那种 你在做打拼酒 就要有那个口味 对 要那个口味 还有那个口味 对 要有口味 所以你的这一次声音的变化上面 我刚刚都瞄了这个曲目 我发现那个range是宽啊 男的歌你唱了这么多 然后女的歌里面呢 又很多不是你的时候 这个身份该唱的 所以就是等于说 你的挑战那个范围 是非常广 非常广 对 非常广 对 没错 所以你的功课 听说过完年之后呢 那种该操练的 然后就是该这样子 每天做功课 那个如实这样一体一体去做的 都是这样去操的 对 就算在过年那段时间是天寒地冻的 那也是要照操 是 照操的对不对 哪怕哪走 哪怕被打死 是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呢 不只是因为你选了 全部都是台湾歌 那这是对你来讲是一个挑战 不过也是一个梦想的事件 是 因为凤姐在很久以前 大概是民国六十几 你是第一个站在现场 电视节目上面呢 公开演唱台湾歌 对不对 民国六四 六十四年 那个时候是第一个站在舞台上 然后你唱的第一首台湾歌 就是《月夜丑》 那回想非常的大 回想起来就是说 那个时候是我在台式主持一个 叫做《我爱周末》 也是我第一次主持现场节目的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戒严时代 戒严时代 对 那台湾歌 它有经历非常辛苦 要传唱 甚至是要演艺的时候 有经过非常辛苦 因为那个时代 就是执政者自信心不足 所以它总是会限制证 限制那 这个被翻成日本了 所以这个台湾歌不能唱 然后这个呢 它太好了 它叫大家都不要回家 什么就不要唱 这个歌是怎么样的呢 所以这个也不能唱 就是有很多的理由 可是那个时候 当你决定要站在舞台上去唱的时候 我相信你那天 应该是心里也是有一点 感觉比较轻一点 会紧张 会有一点点 不知道唱了会怎么样 对 那其实也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让我唱这首歌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是 这个节目是现场直播的 那当时呢 有很多歌听 那上我节目的时候 他们都在跑场 是 那个青山到了没有 青山 阿比高 青山 谢脸 谢脸 阿比高 阿比高 我要电歌 那个时候就电歌 我 我 没有 我都给他唱一首歌 台湾歌 那个时候 乐队对这首歌也熟 也熟 OK 好 好 就唱了 就唱了 你现在唱会不会 那我当时 反正歌没有醉嘛 唱了再说了 是 就唱了 唱了之后 回想之大 超过你的想象 于是每一集都要唱 后来几乎有机缘的时候 我都会唱 唱 唱一下 其实影响比较大 是后续 唱片公司觉得 这么多人喜爱台湾歌 就出整张吧 都是吃性品啊 对啊 一集二集三集四集 一直下去 是 其实一看开始 你生平的第一首歌 燕双飞 对 对不对 对对 所以燕双飞 也是这个音缘 也蛮特别的 虽然是来自当时 华士的开播 第一个米南语列曲剧的主题曲 是 好 这个歌给我的感觉 真的就好像自己 在 在人生起步里头 有很多种方式 这首歌是 是给我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推动的力量 因为燕双飞现在 虽然事隔已经有 应该将近四十年了 因为 因为华士开播也四十年了嘛 哇 四十年内 四十年了 对 哇 现在在听收音机的这个朋友 四十岁的门槛以下的人 就是会听 哇 四十回内 哇 这个歌曲四十回 啊 你要的记录吗 唱两句 来 哦 哪有人这样 跳啊 燕双飞 就唱 燕双飞 那个时候的前奏是这样 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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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掌声鼓励 链 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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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t 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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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 这首歌经历的时间这么久 给大家的印象可能已经模糊掉了 可是这是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 是 生命就是进录音室录唱的主题曲 台语歌 所以人家说 为什么凤飞飞要办演唱会 因为你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的 因缘忌讳 就是开头啦 从小啦 或者说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 唱这个台湾歌谣 后来也因为这样子 你就连续出了很多张的这个台湾歌谣 到后来呢 你即使离开了旧的唱片公司 你觉得出了国语专辑之后 你总是希望还可以再出 这个闽南语专辑 于是想要坦通调啦 对 然后就是这样一系列下来 所以在今年 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 你觉得也应该是在这个时候 办一个对你来讲 它是另外一个路线 然后是特别不一样的演唱会 就是凤飞飞台湾歌谣 经验台湾歌谣演唱会 对 那其实我有一个愿望 就是说 自己在这些年来也陆陆续续 每隔两年都会办一次 国语歌曲的演唱会 那么今年是纯台湾歌谣演唱会 那可能是第一次 也可能仅此这一次 那不论如何 我会好好地把这次的演出 所有的一些歌曲呢 真的尽自己能 自己的力量能够把它 好好的唱到最完美 让自己在歌唱的生涯的 的经历里头能够增加一则 美好的记录 是 凤飞飞出过了很多台湾歌谣的 这个唱片 总共有五六张以上 然后呢 再加上 就是你进行录制 凤淮乡土情 是 对 你跟大家介绍 透过台湾歌谣 然后介绍很多就是 呃 台湾本土歌谣的这个历史 嗯 跟故事 对 再加上 比如说你出 想要谈同调 你也有电视特辑 对 然后 那时候好像还有 也是台湾歌谣吧 但是你是透过到 呃 呃 是美兰游记吗 美兰游记 美兰游记是 呃 是国语歌 是国语歌 事实上在 呃 民国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的时候 是 我的中式主持 那个 你爱周末 到后来的一道彩虹 是 那 这个 这两个节目呢 都有一个单元 是 介绍台湾歌谣 是 那个都是 那个时候是出 那个欧比车 哦 到实地的乡下 是 去拍摄 是 啊有时候都穿那个 春菇装 哦 就在那边现场唱 就唱啊 对 就唱 比如说 就唱 对 苏阿湘阿基就出来了 哦 这个歌也是很好听 对啊 很多人认为就是说 这种歌 太典型的台湾歌谣 嗯 事实上 它很有魅力 那时候你 是你开始把它唱的 变成是普罗大众的歌 是吗 因为你的演唱会都唱啊 对 对不对 你那时候演唱会 呃 办的 那个演唱会都唱 对 对不对 对 来 但呢 还有台中的圆满户外剧场 要举办的全台 为三场 经典台湾歌谣演唱会呢 大家想要来听的话 赶快把握时间哦 6月25号 7月16号 7月30号 从高雄 台中 台中台北 这三场 现在已经开始售票了 请注意哦 赶快上年代售票 而且这三场 这个演唱会呢 这是 凤飞飞 第一次开四面台 就等于说 当她穿着衣服的时候呢 嗯 后面不能突然 后动 或者后面 不能不美 也不能夹夹子 也不能夹夹子 比如说 我演唱会 哦 为了这个前面衣服挺 所以后面 把她夹夹子 把她夹紧一下 要不然就是说 哦 我的这个Mine 夹在屁股后面 是 不行 不行 四面都要美 要美 对 要前 要顾前顾后的 要顾前顾后 所以呢 她是站着的 而且是全方位的 她是面向 环顾四周 就是为大家来演唱 所以对你来讲 也是一种挑战 今天在记者会上呢 曾经为了这个 四面台 应该怎么去 去表现 那个时候 已经讲了 差不多将近半个钟头 真的 那他们 我说 就在家里 自己就开始转了嘛 对啊 就是平均 大概 你要算好 每隔15秒到20秒 你就要转一个角度 要转一个方向 对 一直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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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他们说 对啊 公转自转嘛 舞台也转 你自己也转 对 这个在台湾 办演唱会 四面台 真的是不多 真的不多 是 所以对你来讲 这个也是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 对 但是你参考国外的这个演唱会 就像国外 四面台的也不见得多 也不见得多 也不见得多 真的 所以这是对一个歌手来讲 他是全方位的考验 是 对不对 是 以前可能为了 前面摆pose好看 对 可是当你后面呢 什么 就是如果从后面看 也不好看 也不行 对 所以这一次你是必须要 全方位的这个检验 对 以前你在练习的时候 你会自己在家里录影下来 对 会看 就是你的举止 对 你的动作 现在你要架两台摄影机 背面也要架 前面也要镜子 后面也要镜子 对 前面要镜子 后面也要镜子 对对对 都要这样看 要这样看 所以你看 这样对你的考验是加倍的 对 你知道为什么四面台呢 是因为 它就是只有这三场 那么演出单位呢 就是为了 就是歌迷谋福利 就是说希望大家就是只有这三场 不要让项羽的朋友多 对 然后就会complain 就会抱怨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就尽量安排大家 然后就做四面的 好 然后环绕着 对四面 我是期待四面的意思 就是说能够让所有的四面的观众 能够比较接近我一点 也是 这也是 就是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对 对不对 对对 而且我相信就是 这是对你来讲 这四面舞台 你走动的方式 不是只有在 看像 像以前TICC 就我看前面就好 对 我就是负责 就是左右两边中间 对 好 就比较轻松 其实那时候也是一面而已 虽然有时候 人家会讲说三面台 那只是因为坐的方向 对 对 但是通常还是 就是意思就是一面 都是单面 对 除非你的舞台有一个众声 你要走出来 然后它才会有三面 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是没有啰 没有啰 然后就是全面 都会来啰 对 你若对 会比较多了 你都全部都是要你来管啰 哈哈 全部你都要管 换衣服 不能说啰 就有后台 你去后边换 那不换啰 对 你是要想办法啰 可是这次 我又 好了 我又自己又爆料了 爆料爆料 快点 我在舞台上会换衣服 有一啪会一直换衣服 哇 换四个角落 一个啪要换四个角落 sorry 是 一首歌 每一首歌 在不同的角度会 就 在同那个 同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part里头 有 比如说有四首歌 是 那换四套衣服 是 那就不同的角度 就不断地 唱完了换 唱完了换 这样子 哇 所以你这一次 也是有舞台效果的 不是说 不是说台湾歌 只要正正 这样 这样唱 这样听而已 没有 我也很拼忍啦 很拼忍 要让大家就是 有听 还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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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可以 跳 是 因为我知道 这次的歌 有些是改编成是 好像大家可以 起来舞池 去跳舞的 那种感觉 有一些 蛮摩登的 很摩登的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 哇 这回 应该 不是像大家想象 传统的台湾歌谣演唱会而已 是 它是很不一样的哦 所以敬请期待 我觉得就是 借有这个机会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今年 中华民国一百年 是 就是唯一一场 纯台语 台湾歌谣 我们应该讲 纯台湾歌谣的演唱会 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不过我觉得 如果说 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 应该是 对不对 就是说 期待 就是大家借有这个机会 我们把这些传统台湾歌谣 再加上现代的经典红歌 我们都要把它传承下去 因为 凤姐会选中这些 包括现代的歌 经典台湾歌谣 但没话讲 它一定会传到下一个一百年 对 但是凤姐选到这些歌 相信 她也有这样的分量 跟她的感觉 也会被注意 然后会被流传下去 对 所以呢 大家借有这个机会呢 就是 来听一个 纯台湾歌的演唱会 然后是凤飞飞 特别的呈现 然后呢 你要邀请 就是年长的朋友啊 家里年轻的 这个 让他们也一起来听听 这是需要被传承的 也有 也有他们合适听的 而且就是说 也有他们 愧口的歌 对啊 各位想到 凤姐要唱 啊 再会吧 啊 抱后 你看 凤姐要唱这个歌 她会用什么方式来唱呢 好期待 希望可以在那个花莲 可以 看到凤姐办演唱会 凤姐其实 前两次的这个演唱会 都有考虑要到 花莲跟台东 对 但是因为场地洽谈上 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问题 因为 比如说硬体啊 软体啊 或者说是 在那个 那个整个的时间 或者是 费用的配合上 对 就总共有很多的 这个 状况还没有协调到 不过 凤姐是一直很期待 要到花莲 台东 这么漂亮的地方 对 真的 所以这次真的不好意思 就只有三场 在台北呢 是 7月30号 在台北小巨蛋 礼拜六 7月16号 是在台中圆满户外剧场 然后在6月25号 在高雄巨蛋 凤飞飞 经典台湾歌谣演唱会呢 仅此三场 所以呢 请各位朋友呢 到年代售票系统 那这首 塞巴虎 拜托耶 你不要再说不唱哦 虽然你有唱过 我知道你以前有唱过了 但是 你一定爱再唱哦 你一定爱唱的原因是什么 你想想想 很多人喜欢听 还有103岁的阿嬷会来听 哦 对哦 这次103岁阿嬷 会来听 就是点这个歌耶 对对 哇 这是现在的经典超级天后 凤飞飞要办演唱会 所以不同时代 有不同的运质 今天凤姐在夜光家族 就要在这边跟大家说晚安了 凤姐加油 请不吝点赞订阅